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闹得最狠的是他跟孙志浩离婚 让人羡慕的是修杰凯对他的宠爱 孙志浩是美籍华人 家庭是上海豪门 与孙志浩离婚 争夺女儿的兼顾权 他哪来的底气 修杰凯是台湾男演员 但年龄比贾靖文小九岁 没结婚就有孕在身 他哪来的勇气 贾靖文出生于台湾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 父亲经营着一家餐厅 儿时的生活质量还是不错的 贾靖文在家是大女儿 家里还有两个孩子 在父母忙的时候 一般都是他帮忙照顾弟妹 从小三人就有了深厚的感情 贾靖文从小就长得水灵可爱 长大了也甚是清秀可人 初三时 被星探发现 接拍了人生第一支广告 广告播出的反响很不错 之后 他又陆续拍摄了一些其他广告 还在同年 他出演了个人的首部电视剧作品 佳佳福 期间 有不少人看中了这个漂亮的小姑娘 想要跟他签约 但是 他父亲觉得他年龄还小 要上学 便以此为由拒绝了 但因为拍摄广告跟出演电视剧的经历 让贾靖文对娱乐圈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跟父亲商量 他未来想要进入娱乐圈工作 并征得父亲的赞同后 就开始了学习演艺的道路 高中时期 他还曾在华港艺校学习过两年表演课程 贾靖文父亲的生意越做越大 之后进入内地发展 还带着一家人来内地生活 正上学的贾靖文 先是进入天津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进修 之后 他又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 但是好景不长 父亲经常失败 欠下巨债 又身患重病 19岁的贾靖文只能退学 返回台湾 身为大姐的他 开始把家的担子扛在肩上 他想要还债 想要照顾家人 想要生活 生活硬生生把一个本该在校园学习的女孩 逼迫成了拼命三娘 接戏 拍广告 主持 就成了他接下来几年的生活 三餐赶在路上吃 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常态 甚至他一天的工作量能排到十个 两年拍摄了16部戏 这样高度强压的演艺生活 让他的演技也飞速增长 《四千斤》中的三姐有情有义 也让贾靖文获得了喜剧类最佳新人奖 这不但让他在喜剧表演站入头角 还是对他这几年努力结果的肯定 直到2000年 历经六年 贾靖文彻底还清了家里的负债 还凭借《飞龙在天》在剧中一人分饰两绝 在台湾地区赢得了不俗的人气与声望 《大汉天子》中温柔坚强的江湖女子念奴交 《倚天屠龙记》中可爱聪慧的郡主赵敏 至尊红颜中刚柔并继的另类武则天 一个个不同性格的角色都在他的一举一动中 被刻画得栩栩如生 事业大火 前景一片光明的贾靖文 遇到了他一生的劫难 孙志浩 独自扛下一个家庭的心酸 没人能体会到 遇到一个家境富有 对自己也算温柔体贴的男人 贾靖文很快就沦陷了 爱得轰轰烈烈 感情迅速升温 2005年 贾靖文未婚先孕 未孙志浩生下女儿 二人再生下女儿不久 就在美国正式结婚 豪门的大门并不是那么好进的 未婚产下女儿贾靖文 被孙母要求要检验孙女的DNA 确认亲子关系后 才让正式进门 婚后的甜蜜生活没过多久 就开始不断爆出婚变的消息 开始他一再反驳 传言也没停止过 结婚并没让贾靖文放弃自己的事业 但是一个人的经历是有限的 家里婆婆多次嫌弃他学历低 丈夫觉得他整天在外拍戏 不顾家不是个贤惠的妻子 他在外拍戏时 孙志浩工作之余 也没在家闲着 与前女友被报亲密照 甚至在贾靖文柴女的前一晚 还被拍到酒后驾车载美女 最后实在忍受不了的贾靖文 给老公两条路 要不离婚 我拍我的戏糊口 要不你就别再花天酒地了 处于这样让人焦头烂额的生活中 都没让贾靖文放弃自己的事业 但是历经五年的婚姻也到头了 2009年 贾靖文头发凌乱 面容憔悴的召开记者会 向丈夫讨要女儿 他声称自己已经有四个月 没有见到女儿了 之后 贾靖文见母亲生病 还担心着自己的婚姻 终于承受不住 决定结束这段折磨人的婚姻 离婚后的贾靖文与孙志浩 为了女儿的抚养权 打了一年多的官司 那个时候贾靖文心力焦脆 事业没有任何进展 最后 贾靖文以2600万台币 争取到了女儿的抚养权 几乎净身出户 当然 他也走上了单亲妈妈的道路 他没有从此消沉下去 陪伴女儿 让女儿感受足够多的爱 也迅速调整了自己的状态 开始工作 他在《太平公主秘史》中 一人分饰了知书达理的女主角 《太平公主》 和刚毅强势的安定公主 在《天龙八部》中 饰演了美若天仙的大师姐李秋水 而她也找回了从前的自己 运动健身 保持身材完美 跑跑马拉松 享受独立思考的感觉 外出旅行 享受生活的美好 2014年 贾静雯在健身房 遇到修杰凯 二人都喜欢马拉松 开始从跑友 慢慢跑到另一个人的生命中 贾静雯对待这段感情 没有那么草率 二人相处了近一年 在看到修杰凯对待 梧桐妹事如己出时 他也确定了 他是自己想要的理想型 之后 在恋情被曝光时 修杰凯大方地 在微博上公布了恋情 更让贾静雯确定 自己的眼光是没有错的 他说 我很珍惜 现在生命中出现的一些朋友 我会好好再努力的 让自己能有肩膀 去保护身边的家人朋友 修杰凯比贾静雯小了九岁 名气地位都不如贾静雯 但是他有一个男人的担当 在贾静雯怀孕的时候 他每天都会为他做早餐 每天换着花样 让贾静雯在孕期 不至于营养跟不上 还对他跟前夫的女儿 是如己出 贾静雯过得幸不幸福 从他的皮肤状态 脸上的笑容就能看出 六年的生活 修杰凯一直宠着他 让他过着公主般的生活 虽然二人注册结婚 但一开始并没有举行婚礼 但是 连生两个女儿的贾静雯 与修杰凯二人的感情 依然很甜蜜 修杰凯看到他带孩子辛苦 他一有时间就带着两个孩子 让贾静雯有着自由的时间 去跟朋友相处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不用管孩子跟家里的事情 家里的很多工作 都是修杰凯在做 他会给家人做饭 照顾家人生活 在2016年 他参加妈妈是超人第一季时 需要尝试一人在家 带孩子干家务 身为丈夫的修杰凯非常不放心 出门前写了很多便利贴 还再三嘱咐他该怎么做 二人的相处方式 是那种平静的甜蜜 18年二人在巴黎岛上 补办了婚礼 两个人的婚礼 五个人的家庭 今天就是我们故事里 最美好的章节 谢谢你愿意相信我 让我成为你的丈夫 谢谢你愿意相信我 成为孩子的父亲 谢谢你愿意相信我 成为我的妻子 谢谢你愿意等了三年 让我们今天站在这里 接下来每一天 我会握着你的手 又不放开 我爱你 修杰凯的饰言很正重 让贾静雯感动得泪流不止 不少网友都表示太甜了 在感情里 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 二人发的微博的照片 很少是单独一个人的 经常是二人跟女儿们 修杰凯会在忙完工作 在微博上发一句 可以收工回家了 视频里 他的眼神中 都流露出对家的期待 二人都没有为了家庭 放弃事业 又工作去工作 偶尔闲下来 一家人在家游戏 或者出去旅行 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家不就应该是这样的吗 生活不就是平平淡淡 有人陪伴吗 而让人奇怪的是 他老公修杰凯 既不是富二代 也不是当红艺人 两口子都不怎么工作 还要养三个孩子 哪怕是以前存款很多 也早就该花完了吧 他们的钱从哪里来呢 这种状态导致网友一度觉得 贾经文莫不是又找了什么大佬吧 否则在事业几乎停滞的状态下 他凭什么还能活得这么潇洒自在 直到最近看到一个新闻 我才恍然大悟 贾经文的背后真的有大佬 新闻的内容说的是 贾经文前两年投了一个 叫亮机的项目 而就在前两天 网上满屏都是找亮机 跟转转合并的新闻 合并后市场估值 已经达到了人民币126亿 贾经文作为最早的投资人之一 人家手里可是算着股份的 想一想 就凭贾经文手里的股份 他得赚多少钱啊 搞费的明星确实不少 像开火锅店的乘客 做潮牌的郑凯 这些明星赚了钱 大家倒也不会觉得惊讶 毕竟卖衣服和开店 都是用自己的人气在号召嘛 可这是投资 这是金融圈 贾经文的大学是北影 一个学表演的局外人 能搞懂这些金融圈的 条条道道 退一万步 当时一个是 开始没多久的电商平台 一个是久居台湾的 过气女艺人 这俩能搭上线 怎么想都很奇怪啊 在当时的新闻稿件中 我发现 贾经文之所以 已牵手找亮机 是因为他在资本圈的好友 青山资本张也的推荐 而这个青山 曾先后两次投了这个项目 还带着贾经文一起投 没跑了 站在贾经文的背后的大佬 肯定是张也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前两年有个热搜 是高原院正一亿 你猜对了 前两年带高原院正一亿的人 也是这个张也 成功都不是偶然的 背后有大佬 也是人家自己 用红火的演艺生涯换来的 转战金融圈的贾经文 会不会比混娱乐圈更厉害 让时间来印证吧